英国首相强森在疫情期间 有聚会喝酒的派对门事件 再次引发讨论 因为英国独立电视台日前有公布新的照片 这时间点拍摄是2020年的1月的11月 而这样的疫情是很严峻的时候 那么强森还出席了很多人的聚会 不仅在聚会的时候是没有戴口罩的 而当时手中也拿着酒杯 根据消息人甚至有透露 这场派对其实是由强森来带头举办的 透过照片可以看到 他是站在桌子旁手拿着酒杯 好像是在跟人家聊天 跟人家敬酒 那么也看到桌上又摆满了酒瓶跟酒杯 照片复光之后 引发了英国政界对强森的强力抨击 英国的工党副领袖雷娜就表示说 强森扁低了自己的官职 因为自己定了规定却违反了规定 而英国自由民主党的副领袖库博则说 强森把英国人民当傻瓜吗 两人也呼吁保守党应该要把长森赶下台 好我们来看的是美国 美国德州一名18岁的凶贤 拉莫斯他在24号的上午持枪闯入一间小学犯案 根据新闻报道指出 德州的州长表示 现在有14名的孩童不幸死亡 一名教师也是不幸惨死 而拉莫斯则是在警方矫展过程中遭到疾病 另外当地警方还透露 凶贤在犯案之前 居然还先开枪射杀自己的祖母 目前还在抢救当中 对于G203发生枪击事件 美国总拜登在结束亚洲行之后 一下飞机就立刻发表谈话 家长库的满脸通红 搀扶着彼此踏文每一步 画面令人非常心痛 德州有瓦尔迪的罗伯小学 遭到年仅18岁的凶贤 拉莫斯持枪闯入射杀多名孩童 但许多家长至今人不清楚 相关细节焦急地在校外 寻找心爱的孩子 胜手拉莫斯不仅持手枪及半自动步枪 更带有大量弹药进到校园 似乎有备而来 而他在进到校园犯案之前 第一个攻击的对象 竟然是自己的祖母 据了解他的祖母仍在抢救中 而凶贤则在与警方交战的过程中 遭到警方击毙 而白宫也为此憾事 将白旗哀悼 The shooter was Salvador Romas an 18-year-old male who resided in Uvalde It's believed that he abandoned his vehicle and entered into the Robb Elementary School in Uvalde with a handgun and he may have also had a rifle but that is not yet confirmed according to my most recent report He shot and killed horrif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14 students and killed a teacher Mr.Romas the shooter he himself is deceased and is believed that responding officers killed him 事发后 许多网友公布 拉莫斯过去的生活照和贴文 其中就包括多张 他穿上女装 拿着跨性别旗帜的变装照 更有网友提供 拉莫斯疑似在犯案之前 所拍下他与枪支和弹药的合照 他也曾经标记一位女孩表示 女孩应该要感谢被他标记 不过对方则已不认识他 这样做很恐怖 作为回应 而他诡异的举动 似乎也预谋着犯案 NBA勇士对总教练科尔 赛前记者会中 难掩心中的悲痛 激动的握拳拍桌 痛批政府对枪支改革毫无作为 GFBI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去年发生61起枪手滥射事件 比起2020年激增52% 创下20多年来最新高 面对美国平凡的枪击案 刚结束亚洲行的拜登 连家门都还没有进 就已经在飞机上写讲稿 对此不少媒体批评拜登 连国内问题都还没有处理好 就忙着拼外交 另外尽管拜登表示 该立法管制枪支 但美国近期 不论是枪支 通膨或者疫情等因素 都让拜登支持率跌至36% 成为总统任内最低水准 记者谢海域报道 好 其实我们正好来看到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 在24号在日本东京 有出席了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而同一天中俄就进行了 空中联合军演 并且首次派遣轰炸机 到达了西太平洋 借此要展现军力 而同一天呢 拜登结束了亚洲行 每一场道才离开不到24小时 北韩就先朝日本海 再度发射了三枚弹道飞弹 中俄北韩接力亮剑 似乎是有意要针对拜登 以及其他的美国盟友 飞弹升空 串出浓浓黑烟 拜登前脚才踏出亚洲 北韩立刻发射三枚弹道飞弹 挑衅意味浓厚 而美韩军队不遑多让 广阔海域上 一枚飞弹直冲天际 时隔四年十个月 美韩军方25号进行联合 地对地飞弹射击 回应北韩弹道飞弹挑衅 拜登才刚离开 金正恩就试射飞弹 似乎有意针对南韩总统 尹锡悦前一天的这番话 尽管尹锡悦的话语 似乎代表他将强硬面对北韩 但他也提到他并非要北韩灭亡 而是希望半岛两边能够和平共存 南韩也愿意协助北韩挺过疫情 中俄军队轰炸机在空中盘旋 两国刻意挑战四方安全对话 峰会通天举行联合空中军演 中俄过去举行过四次空中军演 但这次却首次抵达西太平洋上空 指导四方对话的举办地点 东京附近海域 直接向四国领袖发出强烈挑衅讯息 表明中俄间的伙伴关系并未减弱 美日英澳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 被视为亚洲版北约 即便没有名讲 但这四国领袖的伙伴关系 建立在抵御大陆侵犯的共同目标上 不过中俄以及北韩 接连大袖军事肌肉实力 正面迎击美国联盟 拜登是否能如他希望的 拉拢各国对抗大陆 效果有待观察 记者刘家瑜报导 俄国战争导致全球粮食保护主义盛行 那么继限制小麦出口之后 印度24号又宣布 对9月为止的白糖出口 要设置上线了 而新加坡34%的鸡肉 是来自马来西亚 如今也遭受到马来西亚 寄出的是鸡肉出口禁令的影响 导致新加坡的招牌料理 海南鸡饭也是首当其抽 面临要涨价 那么现在物价疯涨 导致当地的商家跟老百姓 全部都叫苦连甜 琳琅满目的天师 看起来十分疗愈 疲惫时吃上一口 让人心情大好 但试田祖可能要注意 印度计划限制糖类出口 全球糖价将蠢蠢欲动 印度是全球最大糖产国 和第二大糖出口国 出口量仅次于巴西 印度上周采无预警 禁止小麦出口 这次又计划管制糖类 印度表示 是为了抑制国内 非常的原无料价格 厄务战争爆发 造成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 各国纷纷线缩出口量 保证自家粮食供给 但这类举动也造成全球物价波动 马来西亚近日也宣布 鸡肉出口禁令 新加坡料理 招牌菜 海南鸡饭 首当其冲 去年自马国输入的鸡肉 占新加坡进口总量的34% 鸡肉出口禁令 将进一步提升新加坡鸡肉价格 物价风涨 商家民众叫苦连天 先前印尼宣布暂停 棕旅游出口 有些商家即使无法赚钱 也支持政府决策 以国内考量为优先 想法可以理解 毕竟不能让民众饿肚子 但这波粮食保护主义 所带来的粮食通膨 各国政府民众和商家 挺不挺得住 仍是一大挑战 记者蔡行成报道 美国总拜登的亚洲行 不断打台湾牌 那么也脱魁说一出 愿意军事介入协防台湾 那么也踩到中国大陆的红线 中国大陆的发言人汪文斌 就建议美国要听一首 中国大陆的老歌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汪文斌 他引述那个话是有深意的 因为汪文斌他是说 这个朋友来了有好久 若是那豺狼来了 迎接他的有猎枪 这个是1956年 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真的哦 我今天没有时间研究 1956年有一部电影 叫上甘岭 上甘岭里面有个插曲 最有名的就是 我的祖国 这个是那首 我的祖国的那首歌里面的歌词 那就是寒战 你知道上甘岭在寒战 那是什么地位吗 不知道 上甘岭里他叫三角高地 那那个是美军跟中 就是人民志愿军的那个 僵持嘛 那双方都大规模动员 结果人民志愿军死了四千多人 然后美军死了 大概接近一千人啊 南韩军队死了一千多人 那联合国军就认为死伤太大 那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的进攻 从此都改成营级的战斗 小规模的冲突 所以这个上甘岭就被人理解为寒战的转捩点 就是 就联合国军队就是美军 美军就从此就认为说 这个仗不能这样打下去 那就变成改成营级战斗 那大规模的进攻就再也没有了 所以你看他摆在这个时候讲的是什么意思 哇塞这个 这个字不是乱讲的 不是说那个歌词而已 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就是说 你去想一想当年韩战 中国是落后到什么程度 还可以打出上甘岭 那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 你要这样来是不是 对当年我们都可以这样 那现在可不一样 大家走着瞧吧 对 所以他也是用这首歌在提醒 他这个比那个珍珠港 比珍珠港那个要直接多了 对更直接了 非常直接了 这个是我跟你美国 那个是美国你跟日本 对对对对 他只是在调侃他们 所以你们以前打成那样 对不对 事实上美国跟越南以前也打成那样 不是吗 那调侃对手倒没什么 可是这个就很直接 对 这个是你讲才 可是应该都听得懂 我们大陆人都知道 都听得懂 大陆人都知道 事实上他没有讲那么白 他就说中国有一首老歌 你应该去听一听 对对对 那个老歌就是1956年 上甘岭那部电影的主题曲 我的祖国 那个意思就是说 中国在这么弱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为了保护他祖国的边界 因为那时候一度 麦克拉斯要冲过去 对 被杜鲁门换掉 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都可以开干到这样 而且那个时候中国真的是 距离美国非常远 他没有空军 死了非常多人 就除了人多 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还有一个营队 不是被冻死在现场 其实这个有深意 第75届的世界卫生大会 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登场 而昨天进行了 下一任世卫秘书长的选举 谈得赛已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 确定会连任 这任急事有五年 对此他还感性发言 认为自己的运气很好 才能够幸免于难走到今天 同时他也缅怀自己 因为儿童疾病而过世的弟弟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e 75th World Health Assembly on the nomination of the Executive Board appoints Dr Tedros Adhanom Gebreyesus as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谈到自己的弟弟余代哽咽 那么众人也纷纷热地为谭德赛 股长他今年57岁了 从2017年7月开始担任世卫秘书长 那么他的这个胜选感言中 他也说世卫现阶段的重点呢 是要改善内部的架构 应该要从疫情中来吸取经验跟教训 并且未来呢要好好的落实 而其实事实上这次的投票 坦德赛也是唯一的一位候选人 因此外界也认为 其实投票啊 也只是一种程序跟形式罢了 而并非真正的选举 网络购物兴起再加上疫情的催化 全球有数百家的百货公司倒闭了 但是网购的电商龙头 Amazon 亚马逊反七刀二刑 在美国的LA打造了首间的实体店面 而这店内呢 是主打各种的智能服务 让消费者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而这个Amazon的实体店 能不能看到他的智能服务非常的厉害 也颠覆了大家对于逛街买衣服的 一种印象跟想象 而这一次主打的是智能的试衣间 还有这个设置的平板电脑 让想要选品的朋友们 也是非常的方便 还有专人服务 把服饰直接送到你家 对于消费者而言 可以下载亚马逊的APP 用演算法透过浏览记录 帮消费者来筛选出 他们最有兴趣的单品 而亚马逊的实体店面的副总裁就说 希望透过这样的智能服务 可以提供顾客更个人化 更方便的购物体验 我们在中间摄影棚 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这组 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 迷你的水神乌滑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并且也设计 再车上